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31号星期二 赵薇啊 我觉得应该说是不冤啊 不能算冤枉 有人说赵薇挺冤的 怎么是20年前的一个军旗装 现在竟然拿出来说事 你要明白是拿这个说事 办他不是因为这件事啊 赵薇主要这次办他呢 还是跟马云呢 跟这个蚂蚁金服有关系 包括其实呢前前一段时间 就上周吧 我记得我到手术之前 是不是 我记得这个浙江杭州 他们那边周江戎什么的啊 办了好几个 也都是呢跟这个马云啊 还有跟这个蚂蚁金服有关系 赵薇也是啊 赵薇啊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证监会禁止赵薇进入这个 症状市场呢5年啊 那现在呢还没有到时间 按理说呢 给了你这么一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应该稍微低调一点 其实对赵薇呢算不错了 就只是好像就是象征性的 罚了个60万人民币 然后呢进入市场呢5年呃 已经算是就是说高高举取 轻轻落下了 以赵薇呢在这个金融市场 这么就是说 胡搞 当然其实差不多啊 赵薇在金融市场 没有创造什么有价值的 产品或者是任何的东西 纯粹呢靠着这种金融杠杆 金融手段 呃 在里边挣了几十亿上百亿 真的就是说说是空手套白狼呢 其实也差不多啊 那捞了这么多钱 呃而且惹了很大的麻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证监会最后就罚了你个几十万 让你5年的不要进入市场 我觉得对于赵薇来讲呢 就是这是有人照真的是有人照啊 要换了别人可能就麻烦大了 对吧 就光一个肖建华明天戏 你就跟你们瞎窗户 就就已经很麻烦了 但是呢 赵薇真的就是说 赵薇这一路走来呢 都是后面有背后有高人照着 所以一直都不错 但是也正因为呢 就是说我觉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因为背后呢有高人照着有背景 觉得自己呢无所谓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明让他的5年不要呢 进入正常市场啊 蚂蚁招股书当中啊 他母亲为其影持股市值达到5亿元啊 那他母亲就根本就懂什么呢 对不对 不就是等于就是赵薇吗 对不对 等于帮赵薇呢 代持啊 就你代持呢 也可以 你稍微套几层关系套几个壳 是不是 你就直接让你妈就就就好像就妈 身份证拿来 是吧 你这有点太不把证监会当人看了 你知道吗 但是你以前呢有人照我证监会呢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 对不对 动到这里了 其实以前说范明明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范明明这种就是说 撅着屁股在那儿挣钱的拍戏的 对不对 正来正去呢一出戏挣个几个亿 你像人家另外的其他女演员那种 到了玩股票的随便一玩就是几十亿上百亿 对不对 那能比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呢我也知道从法律上来讲 禁止赵薇进入正常市场 没有禁止他妈进入 对不对 他妈玩你还管人家吗 对不对 人家妈说你也没进入我呀 道理呢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这个事呢就是说中国吧 就是这样 所以呢也不能拿这个事呢作为理由来办它 因为于法律来讲呢是不容是是允许的 允许的不允许赵薇玩 他妈可以玩 他爸也可以玩 那么谁都他亲近个人家亲近都可以啊 不能拿这个办他 所以呢所谓的拿什么军旗装啊 什么张哲涵那些事呢 就是但是就是想办你了啊想办你 然后拿别的事呢来找 从业里边也能看出来呢实际上 嗯主要还是以马云以及呢 蚂蚁这个蚂蚁金服吧相关的一些人呢 在做一个调查 后面呢很可能下一个呢还是跟这个相关的啊 下一个是谁呢 有什么路易熙会员专想吧 因为这个人现在表面上来讲没有任何证据说人家在调查了 那我出来之后说人家被查了 万一就是说过两天真的被查了 有的人就说了 说本来没想查他了 就是因为你那个死 就是因为死东哥说的 然后那个中纪委啊证监会一看 哎死东说有道理啊查他 你看对不对 好像我给谁念叨进去的一样 就不太好好不好 我一会呢会员专想那边我跟你说一个 我告诉你下一个查谁 然后呢咱们最后看 但是呢非会员的不用着急 真的过个 我知道过几个月 如果他真的被查了 我一开你就看出来 哎 是不是我们分析的有道理 对吧 要是那个 如果我说错了呢 就在会员里搁着吧 是不是 好吧那真心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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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